这几天在网路上,有人就在住下莫德纳业苗了后,出现万词王的现象,就是可以跟金融部品继续在新枯顶。 在台湾来自丸丸一名八十多岁的阿伯,也有这种领域,不管是保雷官、泰鲁和时代打,但各种不同在这个部品, 通常能够在新枯顶,不过不同的是,他要买住下业苗,就有这种领域,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位阿伯,到底是有什么新奇的例子。 最近,住下营苗,变成万词王的商品,在网路上,很多人在团。 我买这名八十多岁的老生死,要买住下营苗,但是衣服一扇起来,金融是什么都能够不住。 它要这么多,如果没病就没那么多。 不然是保雷官、泰鲁,还有这片108公斤的泰鲁,也轻轻松松松,都能够在金融。 这跟我们那个防滑的机制,实际上来说,也不一定说老人家,或者说年轻人的皮肤光滑度来说,有没有办法可以去影响我们吸附物件的能力。 应该讲说,照正常的物理来说,如果我们的那个表面比较凹凸不平,这个就是一个防滑机制,那防滑机制原本平脂的话,放在身上就是会滑掉在地上的。 那如果说,因为这样的一个防滑机制的话,让它吸附在身上,所以看起来就像假象,像一个磁铁,吸住了这些物件一样。 意思是说,这些衣服跟皮肤分别的油脂,还有摩擦力比较有关系,不是什么身体抵输的磁力,再处合药。 注射疫苗,真感的是对抗病毒的保护力。 多众华新闻也方有,我念彩方报道。